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請各位去下載資料 這個資料其實在Google輸入開放資料 基本上就可以找到政府的開放平台 第一個他網址也蠻好記的 叫data.gov.tw 裡面就有政府開放的非常多的資料 相關的資料其實都有 其中的話我們是找一個叫切到的資料 所以你去找一個或者住宅切到 然後你打個關鍵字 在這邊輸入之後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找得到了 比如你切到相關的好了 這邊其實切到相關還蠻多的 這邊的話他在排第五個左右 你就可以到台北市的住宅切到 這個點位資訊 上面當然他會有一些相關的訊息 包含就是說瀏覽的次數 下載次數 還有就是他欄位 總共有幾個欄位 總共五個欄位 那另外的話 這邊他還提供了一些相關的 相關當然不只是說只有住宅 像這個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刑事警察大隊提供的 而且他甚至還提供那個什麼 這個聯絡人的電話 如果你假設資料上面有問題 其實還可以直接詢問 OK然後 上架日期 然後等等的 當然他這個歸類是歸類在 生活安全及品質上面 OK 然後他這邊有相關備註 他基本上就是 開放的像住宅 汽車 汽車切到 自行車 OK然後 機車 搶奪 強盜 等六類 然後他當然前提是 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個資法 然後還有什麼 政府資料開放法 所以相關的 這個部分 不過 我覺得這資料的好處就是說 他基本上 可以拿來練習 其實還蠻不錯的 然後所以如果你們假設 練習完你覺得不夠 還想要再 做其他練習你可以拿 別的資料來試試看 甚至不一定是台北市其他縣市也可以 比如說你不一定是去台北市 你可能是外縣市來的 你可以 關心一下 你們地方的那個 這個相關的 比如說治安問題的話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找其他縣市 那其中的話如果你要下載的話他當然有一些 下載的網址 那一般的習慣是直接點這個 CSV他就下載 OK 那如果你要想要知道 詳細的資料這邊要檢視 那一般我的習慣會先看一下 這個是CSV 那檢視一下這邊就有了 OK 然後他編碼格式 如果是BIG5的話 那其實直接 用那個 這個什麼 直接用一次有開 就OK 但是未來你們可能會遇到像有些是UTF發的 還蠻多的 好像BIG5比較少 如果你是用UTF8的資料 那開起來的話會是亂 所以如果你假設是UTF8 你就不能直接打開 你可能要用那個 就是匯入的方 用那個資料 從檔案的方式開 不然的話會是亂碼的狀況 OK 這個後續我們再看 所以我們假設下載這個檔案 你可以從這邊點擊 他這邊就有 OK直接開啟 我們用一次有來開按確定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那當然上面提示了 因為是CSV 那什麼叫CSV 其實道理很簡單 他就用CAMMA C的話就CAMMA 用CAMMA做分割的一種格式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假設你如果是用這個 以示有開的話 他會給你7個欄位 如果你要欄寬調整 我習慣是 把A到E選起來 快點兩下 其中一條線 它是自動調籃寬 總共會有5個欄位 那假如說你今天 你不是用那個 你假設不是 用以示有開 而是用記事本開的話 比如說你用記事本開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用記事本開的話 他開起來 的樣子 基本上 就不會是像Excel 而是他原始的狀態 他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原始狀態的話 他是 豆點分割 也就是說 藍跟藍中間 他其實是用豆點 有沒有 CAMMA 做一個分割符號 然後尾巴的話 再加一個換行 OK所以呢 就是 豆點豆點 五個欄位 中間加四個豆點 最後尾巴一定是換行 所以 假如你不用Excel的話 比如像Python也是一樣 Python就讀進來的話 一樣用豆點把它做分割 然後尾巴加一個 換行 OK 這個可能大家順便提一下 另外如果未來 假如說你是 RAMMA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記事本來轉 轉換你的編碼方式 比如說你們假設 如果是 是UTU8的話 那你有個方法 你用記事本開 把編碼方式改成 ANSI的話 再存檔 給Excel開 就不會是亂碼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將來 如果Excel一打開 奇怪 變成亂碼 那如果你要 用記事本幫你轉換編碼方式 那你記得 轉換成 ANSI 存檔 那就不會是亂碼 不過這一題 沒有問題 我們就直接開起來 好那首先的話 當然我有講過 我今天希望知道有 至少三個問題的答案 OK 第一個的話 到底歷年來 的切刀案件 是變多還是變少 歷年 OK 所以你 可想而知 歷年的話 那因為這邊只有日期 沒有一個年的欄位 那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的話 我上一班有講過 如果你要做什麼樣的 樞紐分析 就是做分析的話 資料分析的話 那首先 有一個原理 很簡單的原理 就是你要先有那個欄位 那假如說你沒有那個欄位的話 那怎麼辦呢 你可能就是想辦法把它變出來就好了 比如說呢 現在沒有年嘛 那怎麼辦 你可以在這邊先插入一年 在他右邊 在他右邊 按右鍵 然後插入一個 空白欄位 這個的話也許 假設 我要統計歷年的話 那我可以先打個年 OK 那怎麼取得年呢 很簡單 這邊的話有資料 而且這個發生日期 雖然他是一個日期格式 不過我們可以從他的 他的那個 排列方式 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他是靠右對期 所以這個應該是一個數字 不過你會發現數字為什麼 把它拿來當日期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 那個 在承辦人員在做這個資料的時候 他對那個資料形態 他比較 沒有特別的概念 不過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它 最好是用西元年 因為如果你用民國年的話 將來會有問題 因為民國年 僅限於在 繁體中文版 才會有這個格式 那如果你在其他版本 像英文版 像之前就蠻常遇到說 民國年在繁體中文版可以 但英文版有些外商公司 完蛋了 你給他 他完全看不出來 或甚至他 他就自動幫你轉換成 西元年 所以 倒不如的話 我們用西元年會比較 沒有問題 OK 那以這一題來看 因為他是把它當數字 不過我們是看得懂的 我們只要取前三個字 有沒有 103 104 105 有沒有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 取前三個字 那他是個數字 不過一樣還是可以用那個文字類裡面的LAT 前三個字 所以我們用LAT 這個資料給他 取前三個字 OK 他就幫我取 不過你會發現 他這個LAT 蠻特別的 他原來是數字 所以他拿過來之後 他會先做一件事情 先把它轉換成文字 再來切割 所以你會發現 拿過來之後 他這個 本來是數字的 其實原來是前後沒有雙引號 但是因為經過LAT LAT函數 他是文字類函數 所以他第一件事 會先把這個資料 由數字 轉換成文字 再來做切割 所以切割取得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會得到103 的什麼呢 文字 這可能概念要很清楚 因為 將來如果說 假設這個資料 你要拿來做計算的話 那文字是絕對不能計算 這個概念一定要有 不然的話 很多人沒有這個概念 很奇怪發生一些問題 我想要加總 為什麼沒辦法加總 當然如果你是 文字你要來計算數量 可以 但是 加總就不行 OK 所以我們按 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他就取得前三個字了 但是各位有沒有觀察到一點 這一個資料有沒有 他是靠右對齊 但是這個資料有沒有 他是靠 有沒有發現 他是靠左對齊 所以以後 各位也要有個敏銳度啦 就是說如果資料 假設靠右對齊 他是數字 如果他靠左對齊 他是什麼 他就文字 上禮拜有講過啦 如果你想要讓他變 數字很簡單嘛 外面加個Value就可以了 不過以這一題來看 其實不需要啦 因為他 基本上我們只是想要 算年 到底 比如104年有幾個 105年有幾個 幾個喔 不是加總 所以其實不需要轉 向他填滿 這樣就可以看出來 有沒有 104 那以下應該 105 106 那我想要知道說到底喔 這個104呢 總共有幾個 105有幾個 那因為我想知道怎麼 他的數量多多廣 所以呢如果你假設想要把他 整個 全部都加總在一起的話 當然有幾個方法啦 不外乎就是說 你可以用那個有個函數叫 Count if Count if算 104 105 106 的數量 但是喔 如果你 懶得這樣做的話 有個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游標放在這個範圍 先產生黏嘛 第二個的話呢 利用以Sail裡面非常 重要的一個功能 我前面講過啦 以Sail你 如果不用函數 當然你不要說你會用以Sail 第二個如果你 沒有你不會用樞紐分析表 我覺得你也不能說你會用以Sail 因為其實樞紐分析表 在以Sail裡面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說你如果要做統計分析 要做一些報表資料的話 那你絕對要會這個工具 OK如果你不會這個工具 那你怎麼統計啊 OK所以喔 那我講過啦 如果你要樞紐分 統計什麼 統計哪一年的數量 很簡單 那一 先產生黏 OK 所以Step你先確認有沒有這個 有了打勾 OK 第二個的話呢 你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的其中一個儲存格 找到插入樞紐分析表 OK就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其他 你在想說為什麼 Exail到目前為止 已經出來超過30年 還是屹立不搖 幾乎沒什麼工具可以進行 那怕有一些免費的 還是沒辦法 主要我是覺得這個工具太厲害了 太好用了 OK喔 那怎麼用喔 首先 插入樞紐分析表 第二個他問你說 你的範圍是不是這個範圍 看起來應該沒錯 哪個範圍 虛線的部分 是不是A到F欄 440列 應該沒錯 沒錯的話按確定 OK 按確定之後 那這個範圍就OK了 那接下來你要做什麼統計呢 我要想要統計那個 年的部分 年的數量 OK所以年先放在列 所以列的話指的就是你主要要分析 哪一個欄位的資料 OK所以我們把主要分析的 先放在列 OK所以這個底下 總共有四個格子 其中 最重要是這個列 所以把年拖拉到列裡面 OK 那請問一下你要統計什麼 我要統計那個年 每年的總共的數量是多少 所以你再把年 再拖拉到值 那因為年 裡面是放的是一個文字 所以他直接就幫你算數量 所以他算出來之後你會發現 總共 這個104 102怎麼會一個 103一個 104 不過根據他網路上的資料 他好像是說 只提供104到111 可是怎麼102 所以這個應該是 多餘的資料 那當然如果今天 我統計出來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拖拉下來的話 馬上就告訴我 年 總共的數量是多少 所以其實利用這樣的方式 馬上會有個報表 好那你可以看到 104 到111 其實111 因為還沒結束 所以這樣 不算公平 不過 我們把它列進來好了 OK 好那 當然有兩個資料 是不要的 102 跟103 好像是多餘 多餘的話 如果我不希望他顯示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如果你不希望他顯示的話 你可以按列標籤 這個列標籤裡面 有沒有上面 他的右邊有一個箭頭 那如果你假設 預設是全選 你可以把什麼 102跟103 打勾取消 打勾取消 意思說 不要選這個資料 這兩個資料 不要顯示出來 那你會發現 102跟103 的多餘資料 就不會顯示出來了 而且你會發現那個箭頭 它變成一個漏斗 漏斗的意思就是 我已經幫你經過篩選了 也就是說 有些資料是 沒有被看到的 有些資料是隱藏的 所以以後 你只要看他列標籤 他右邊有一個 箭頭如果變漏斗 那表示說 應該有資料 是被隱藏的狀態 OK 那接下來的話 當然如果你看數量 已經大概可以知道說 104 680幾筆 表示說 104年發生的切斗案件 687件 105年的話 660 好像少一些 少了幾件 少了24件 少了一些 然後106更少 100到現在的話 現在還沒結束了 10月份 所以已經算 非常非常少了 110 算最少 不到200件 但是如果說今天 我希望 把這個資料 除了用 數字顯示的話 其實一般當然最直覺是圖像化 所以最好可以有個圖 那怎麼樣的圖是最恰當的 當然呢 你這個時候如果先隱藏之後 再利用 所謂的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圖 那如果假設 用什麼樣的方式 呈現這個資料變化 會是最恰當 如果說 數量 直接用直條或橫條圖 其實都可以顯示數量 但是如果說有年的概念 比如說有時間概念的話 年的概念 通常會用 折線圖 會比較恰當 因為你把橫軸 當成是 時間 縱軸當成是 數量 那畫出來 其實就蠻清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用 樞紐分析圖好了 當然如果你用直條圖 已經夠清楚了 可是 因為 直條圖的話 它比較沒有 時間概念 比較是有點像 它的數量變化多少 所以如果假設 把它改成 折線圖 OK 折線圖馬上就出來了 那我個人習慣 因為折線圖上面 如果有個節點的話 會更好 那節點各位可以看到嗎 這邊 前面幾個好像是 這個 這個都是沒有 有節點的話 應該是這個 含有資料標記 的折線圖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差異就是說 它上面會有 一點點 讓你知道 哪一點的位置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OK好 確定 這樣的話我們很快 就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一個 這個折線圖 有沒有 OK 那當然呢 它會提供給你一些 在畫面上基本的東西 像這個 就是它的標題 但你可以幾個選項 要不就是你不要 不要按delisher 要不然的話你直接改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叫 歷年 案件 隨便打一個 就是 歷年 切到 按鍵數量統計圖 OK給它一個名稱 要合計 有點不太清楚 然後另外習慣上會點一下框框 並且把它的那個顏色稍微變一下 讓它清 然後並且讓字稍微放大一點點好了 OK大概差不多20號字好了 OK 看看有沒有加粗體 這 你兩可 另外的話 這個是 Title部分 那旁邊這邊有一個叫 這個有點 這叫圖裡 圖裡就是告訴我們說 這個上面 比如說 節點上面 表示什麼 表示這有點像多餘 它上面加個合計 所以一般習慣是點它按delisher 不要讓它顯示 選它一下 按delisher 這樣的話它就不見了 OK 那我們就把 這個切到按鍵 歷年來的統計圖就畫出來了 OK 當然我們也可以把 這個工作表 本來叫工作表1 那我可以把它改一下 叫歷年切到按鍵統計好了 可以把這個Ctrl C 然後拿來這邊點兩項 然後把它Ctrl V貼上 OK 好 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 歷年的切到統計了 這個資料 所以剛剛重點回顧 1 先產生一個年的欄位 這個欄位先產生 OK 2的話 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這邊有個選取它 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會在前面多一個工作表 然後把年 拖拉到列 年拖拉到值 然後 另外 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你把 把不要的資料 隱藏起來的話 可以點那個 就是列標籤右邊那個箭頭 把102 103 把它顯示拿掉 因為如果假設 你把它 顯示 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 會變這樣 103 醜醜的 這是什麼資料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要它的話 你就把這個打勾取消 很像 看起來就比較美觀 漂亮一些 然後呢 再利用那個 我們的分析 這個頁面裡面的 樞紐分析 圖 然後把這個 歷年的 這個 切到按鍵 把它繪製出來 那你當你直接看 右手邊 你會發現 你看蠻直覺的 我想應該沒有人看不懂吧 OK 有沒有 這個只會越來越少 只是說 110 這個年好像 目前還沒結束 但是顯示出來 所以是不是說可以 再做個花樣或怎麼樣 這個也許再 再試試看 所以請各位第一件事 先試著 統計一下 就是 這個 歷年來的 那個切答案件的數量 那這個 統計完之後 如果說我今天 第二個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像台北市 的那個歷年的切到按鍵 應該是變少的趨勢 那 是不是只有住宅 是這樣子 那其他是不是也都是這樣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覺得還不夠 你可以看一下 汽車切到按鍵是不是變少 然後 機車是不是變少 自行車 還有切到 其他的 還有什麼 嫌疑犯 你看 教育 所以這個 資料蠻有趣的 嫌疑人 還有教育程度 所以 所以 是不是說 教育程度越 低的 是不是比較容易犯罪 這是肯定的 還是否定的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從這邊 拿到一些統計資料 那當然也可以 佐證 還有什麼呢 違反那個社會 秩序法的案件 諸如此類的 當然 當然 我們現在看到是歷年 如果以年來看 是不是治安越來越好 那當然 我們就可以佐證 好像 台北市歷年的 治安變好了 好這是 這是一個結果 那當然我們反推 原因何在 為什麼會這樣 跟什麼有關 OK 所以你可以去 去推 OK 難道是因為 因為104年 好像就剛好台北市市長 好像換人了 有沒有 換成科 所以 這個是不是有沒有因果關係 當然 我不敢這樣講 不過你們可以去推敲 所以 從那個資料裡面 可以看到一個結果 但是原因何在 可能就是你要去 去找答案的地方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想要知道 第二個答案 就是哪一區 的切斷案件 最多 第三個呢 上禮拜講過 哪一條 路或街或道 它的 切斷案件 前10名的 切斷案件最高的前10名 哪10個地方 是熱點 告訴我熱點在哪裡 那怎麼知道 OK 請各位試試看